故事后 在华夏大地的某个偏远村落 有一位名叫李进的郎中 他医术高超 心地善良 常常背着药箱 行走在乡间小路上 为村民们治病疗伤 这日 李进正在家中翻阅医书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放下书卷 走到门前 打开一看 只见村中的张大娘 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外 焦急地说 李郎中 我家儿媳快要生了 疼得死去活来 您快去看看吧 李进一听 立刻收拾起药箱 跟着张大娘往他家赶去 此时正值盛夏 烈日当空 乡间小路两旁的庄稼地里 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 发出沙沙的声响 李进一边走 一边嘱咐张大娘 让家人多准备些热水和干净的布金 产妇生产时用得着 两人急匆匆地走着 忽然 李进发现前方的小路上 横握着一条粗壮的母蛇 那母蛇肚子鼓胀 鳞片湿漉漉的 显然是难产了 他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嘴里发出嘶嘶的嘀吼 李进健壮 心中一动 他深知 动物与人一样 都有求生的本能 他蹲下身子 轻声对母蛇说 你莫怕 我是郎中 让我帮你看看 说着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轻轻按压母蛇的腹部 经过一番仔细检查 李进发现 母蛇的胎位不正 导致难产 他深吸一口气 稳住心神 开始用手法 帮助母蛇调整胎位 经过一番努力 母蛇终于顺利产下了一窝小蛇 母蛇感激地看着李进 嘶嘶地吐着信子 仿佛在向他致谢 李进微笑着白白手 说 你母子平安就好 我也是举手之劳 说完 他起身继续往张大娘家赶去 然而 他并不知道 这看似平常的举动 却救了他自己的性命 就在李进离开不久 那条小路上 突然刮起了一阵诡异的狂风 风中夹杂着浓重的妖气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逼近 原来 这狂风是山中的一只妖怪所为 他原本打算在路上设下陷阱 捉拿过往的行人 吸取他们的精气修炼 却不料遇到了李进救助母蛇的一幕 妖怪见李进心地善良 医术高超 心中起了忌惮之意 他知道这样的郎中若是被害 必然会引起村民们的愤怒和追查 对自己的修炼不利 于是 妖怪决定放过李进 转而寻找其他的目标 李进自然不知道这些 他一心只想着赶到张大娘家 帮助产妇顺利生产 经过一番努力 他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在他的精心诊治下 张大娘的儿媳顺利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全家人欢天喜地 对李进感激不尽 然而 就在李进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 他心中一惊 暗想 莫非是中了什么妖术 他强忍住不适 迅速从药箱中取出几根银针 扎在自己的穴位上 暂时压制住了体内的一桩 李进心之不妙 不敢久留 匆匆告别张大娘一家 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上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 生怕再遇到什么妖邪之物 幸运的是 他平安地回到了家中 回到家后 李进立刻闭关修炼 用自身的医术和内力 化解了体内的妖气 经过一番调养 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 然而 他却始终忘不了 那条难产的母蛇 和那股诡异的狂风 他心中隐隐感到 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偶然 于是 李进开始四处打听 想要查明那阵狂风的来历 经过一番调查 他得知山中确实有一只妖怪在作祟 他常常化作人形 在夜间出没 吸取过往行人的精气修炼 村民们对此深恶痛绝 却又无可奈何 李进决定为民除害 他带上自己的药箱和银针 孤身一人前往山中寻找那只妖怪 经过一番艰苦的搜寻和斗智斗勇 他终于找到了妖怪的藏身之处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 李进凭借自己的医术和智慧 成功击败了妖怪 为民除了遗害 村民们得知消息后 纷纷前来感谢李进 他们为李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赞扬他的英勇和善良 而李进却谦虚地说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身为郎中 我不仅要救人的性命 也要保护乡亲们的安宁 从此以后 李进的名声更加远扬 他不仅医术高超 而且心地善良 勇敢无畏 他的故事在乡间传送开来 成为了一段佳话 而那条曾经难产的母蛇 也时常出现在李进的梦中 向他致谢和祝福 然而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李进的医术越发精湛 他也始终保持着 那颗救死扶伤的初心 一日 他正在家中晒制草药 突然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一个满面尘土的骑士 从马上跳下 焦急地奔到李进面前 气喘吁吁地说 李郎中 不好了 村外突然来了一群陌生的马贼 他们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我家少爷在混乱中 被马贼打伤 还请您速速前去救治 李进闻言 心中意紧 他深知马贼的凶残 不敢有丝毫当个 立刻收拾起药箱 随骑士上马 急驰而去 一路上 他们看到村庄的废墟 和村民们的哀哭声 李进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痛 他们很快来到了骑士所说的地点 只见一名年轻公子 躺在血泊之中 面色苍白 气息微弱 李进迅速上前检查公子的伤势 发现他的胸口被一刀刺穿 伤势极重 他立刻取出银针 为公子止血阵痛 然后小心翼翼地为他缝合伤口 经过一番紧急救治 公子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 脸色也恢复了几分红润 李进松了一口气 对骑士说 公子暂无大碍 但需静养 你速去安排马车 将他送回城中府上 再请高明的大夫为他调理 骑士感激涕零 连连道谢后 急忙去安排马车 李进则留在原地 继续救治其他受伤的村民 然而 就在他忙碌之时 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妖气袭来 他抬头一看 只见远处山林中 一只巨大的妖怪正缓缓走来 眼中闪烁着凶光 李进心中一惊 暗想 这妖怪莫非是之前被我击败的那只的同伙 他来此作甚 他来不及多想 立刻取出迎针和符咒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妖怪走到李进面前 停下脚步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他张开血盆大口 喷出一股黑色的妖气 向李进袭来 李进身形一闪 躲过了妖气的攻击 然后挥动银针 向妖怪射去 银针如同闪电般射向妖怪 却被他轻松地用爪子拨开 妖怪发出一声冷笑 说 哼 你以为击败了我的同伴 就能对付得了我吗 我告诉你 我可是更厉害的存在 说着 妖怪再次发动攻击 他挥动巨大的爪子 向李进劈来 李进身形灵活 躲过了妖怪的攻击 然后趁机抛出符咒 将妖怪定在了原地 然而 妖怪的力量远超李进的想象 他只是稍微用力一震 就将符咒震碎 继续向李进发起猛烈的攻击 李进虽然医术高超 但面对如此强大的妖怪 也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此时 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 那笛声如同天籁之音 让人心神宁静 妖怪听到笛声后 突然停止了攻击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他转头看向笛声传来的方向 然后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 转身 逃入了山林之中 李进见状 心中大喜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一位白衣飘飘的女子 站在不远处 手中拿着一只翠绿的笛子 那女子面容轻丽 气质高雅 宛如仙女下凡 女子走到李进面前 微微一笑 说 李郎中 你果然名不虚传 刚才那只妖怪 是我一直在追踪的恶徒 多亏你及时出现 将他赶走 李进闻言 连忙拱手致谢 多谢姑娘相救 在下李进 不知姑娘尊姓大名 女子微微一笑 说 我乃山中修炼的仙子 名唤青瑶 此次下山 是为了捉拿 这只作恶的妖怪 没想到遇到了李郎中 真是幸会 两人交谈甚欢 青瑶对李进的医术和人品 大家赞赏 他表示愿意留在村中一段时间 帮助村民们治疗伤病 重建家园 李进也欣然接受了青瑶的帮助 两人一同救治伤员 安抚村民 在青瑶的帮助下 村庄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繁荣 而李进和青瑶之间的感情 也日渐深厚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共同面对未来的时候 青瑶却突然消失了 李进四处寻找青瑶的踪迹 却一无所获 他心中充满了失落和惆怅 但他知道 青瑶是仙子 有着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他只能默默祈祷 希望青瑶能够平安归来 而那只被赶走的妖怪 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李进知道 他并没有真正离开 只是暂时隐藏起来而已 他深知自己的医术 虽然能够救人于危难 但面对强大的妖怪 他还需要更加努力地修炼和学习 于是 李进继续行走在乡间小路上 救治着病患 也探寻着世间的奥秘 他相信 总有一天 他会再次遇到青瑶 与他一同 在遥远的古代 有个名叫李云的年轻书生 他聪明过人 学识渊博 但因为家境贫寒 一直未能考取功名 李云虽身处困境 却心怀壮志 每日苦读不错 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飞冲天 改变自己的命运 某年秋天 李云正在家中苦读 突然听到墙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他放下书本 走到墙边仔细聆听 那声音似乎是有人在低声细语 又像是某种奇特的咒语 李云心中好奇 便决定一探究竟 他悄悄打开院门 向外张望 却只见一片寂静 并无异常 李云不甘心 于是回到屋中 取来一把铁锹 打算挖开墙根看看究竟 他小心翼翼地挖着 生怕惊动了墙外的什么东西 挖了许久 终于挖到了一个洞口 李云探头一看 只见洞中黑漆漆地 深不见底 李云心中一惊 正欲退回 突然一只冰凉的手从洞中伸出 紧紧抓住了他的脚踝 李云吓得魂飞魄散 拼命挣扎 却感觉那手的力量越来越大 仿佛要将他拖入洞中 李云心中一横 猛地拔出腰间的匕首 向那手砍去 只听一声惨叫 那手松开了李云 李云趁机挣脱 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屋中 李云惊魂未定 坐在屋中喘息不已 他心想 这洞中必有古怪 必须设法查明真相 于是他请来了一些乡林 将墙根的洞口挖开 准备一探究竟 众人挖开洞口后 发现下面是一条狭长的地道 通向远方 李云带头 众人举着火把 小心翼翼地沿着地道前行 地道中阴冷潮湿 不时传来阵阵怪声 令人毛骨悚然 走了许久 他们终于来到了地道的尽头 地道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地下室 里面摆放着各种奇怪的物品 有古老的法器 奇异的草药 还有一些看似人形 却又不是人的雕像 李云环顾四周 心中涌起一股不安的感觉 突然 一阵阴风吹过 地下室中的蜡烛纷纷熄灭 众人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紧接着 一阵凄厉的哭声响起 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哭泣 李云心中一紧 他知道 他们可能触犯了某种禁忌 惹来了不该惹的东西 李云急忙取出火折子 重新点燃了蜡烛 他环顾四周 发现地下室中的雕像 竟然在缓缓移动 仿佛活了过来 李云心之不妙 连忙催促众人离开 然而 他们似乎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 一个阴森的声音 在地下室中响起 擅闯禁地者 死 李云心中一沉 他知道他们这次 恐怕凶多吉少了 他深吸一口气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厄运 然而 就在那阴森的声音落下的一刹那 一道金光突然从李云怀中飞出 直冲向那声音的来源 金光锁过之处 那些移动的雕像纷纷碎裂 化为一股股黑烟消散在空气中 众人只觉得身上一青 便能够自由活动了 李云惊讶地看着怀中的金光 原来是他祖传的一枚玉佩 这枚玉佩一直被他视为护身符 没想到在关键时刻竟然救了他们一命 金光消散后 地下室中的哭声也停止了 李云和众人小心翼翼地走出地下室 回到地面 他们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那个洞口 决定以后再也不来这个诡异的地方了 事后 李云从村里的长者那里得知 原来他们村子附近曾是一片古战场 地下埋藏着无数冤魂 那些雕像和法器都是用来镇压这些冤魂的 而李云他们无意中触动了这些禁止 才引来了这场祸事 李云听后不禁感慨万分 他庆幸自己能够侥幸逃脱 也深刻体会到了世事无常 人命关天的道理 从那以后他更加珍惜生命 努力读书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而那个地下室和其中的秘密 也被李云和众人深深地埋藏在了心底 成为了一段永远不会被提起的往事 然而 事情定位就此结束 李云虽然逃过了一劫 但他心中却始终坠坠不安 他知道 那个地下室中隐藏的秘密 绝非表面那么简单 那些冤魂、雕像和法器 背后必定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云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 他继续苦读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 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他总会想起那个地下室中的诡异景象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 就在李云几乎快要忘记那件事的时候 村里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村民们纷纷传言 有人在晚上看到了奇怪的影子在村子周围游荡 还听到了诡异的哭声 李云听到这些传言 心中一紧 他知道 这一切都与那个地下室中的秘密有关 为了查明真相 李云决定再次冒险一探那个神秘的地下室 他找来了几个胆大的村民 带着火把和武器 悄悄地来到了那个洞口 这次 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每个人都带着护身符和驱邪的草药 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地道前行 一路无话 很快就来到了那个地下室 地下室中的景象和上次一样 只是那些雕像的位置似乎发生了变化 李云心中一领 他知道 他们这次可能真的惹到了不该惹的东西 就在这时 一个缥缈的女子身影突然出现在地下室中 他身着古装 面容凄美 眼中透着一股深深的哀怨 他看着李云等人 缓缓开口道 你们为何要来打扰我的清静 李云心中一惊 他知道这个女子绝非善泪 他深吸一口气 镇定地说道 我们并非有意打扰 只是好奇 这里为何会有如此诡异的景象 如果有什么冒犯之处 还请姑娘海涵 那女子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沉默了片刻 缓缓说道 这里埋藏着一个古老的秘密 与我的命运紧密相连 我本是一个无辜的女子 却因一场阴谋 而沦为牺牲品 这些雕像和法器 都是用来镇压我的怨念和力量的 你们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想必也是命中注定之人 我愿意将这个秘密告诉你们 但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李云和众人面面相许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那女子的目光 在他们身上一一扫过 最后停在了李云的身上 他缓缓走到李云面前 轻声说道 我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东西 只有找到这个东西 我才能得以解脱 李云心中一脸 他知道这个条件绝非那么简单 但他也想知道 这个古老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他沉思了片刻 最后点了点头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但你要告诉我 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那女子微微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之色 他缓缓说道 这个秘密 关乎到一个古老的传说 和一个被诅咒的宝物 只有找到这个宝物 并解开其上的诅咒 我才能得以解脱 说完 那女子身影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最后化为一道清烟消散在空气中 地下室中的雕像和法器 也随之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片空旷和寂静 李云和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 他们知道 他们已经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之中 想要脱身 恐怕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 李云深吸一口气 对众人说道 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那个女子 就必须做到 我相信这个秘密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的真相 我们一起努力 一定能够找到那个被诅咒的宝物 并解开其上的诅咒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他们知道 此刻的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只能勇往直前 于是 李云和众人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之旅 他们跋山涉水 历尽艰辛 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被诅咒的宝物的踪迹 然而 他们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坚持着 在寻找的过程中 他们逐渐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线索和迹象 这些线索和迹象 似乎都与那个古老的传说 和那个被诅咒的宝物有关 李云心中暗自窃喜 他知道他们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然而 就在他们即将触及真相的时候 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手持一把闪烁着寒光的利剑 冷冷地看着李云等人说道 你们不该来这里寻找那个被诅咒的宝物 这个宝物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你们还是速速离去吧 李云心中一惊 他知道这个黑衣人绝非善累 他紧紧地握住手中的武器 准备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然而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那个神秘的黑衣人突然转身离去 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李云和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 他们知道 这个神秘的黑衣人一定与那个被诅咒的宝物 有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联系 他们想要继续寻找真相 就必须先解开这个黑衣人的身份之谜 于是 李云和众人决定暂时放下 寻找被诅咒宝物的事情 转而开始调查 这个神秘黑衣人的身份和背景 他们相信 只要能够找到这个黑衣人的蛛丝马迹 就一定能够揭开那个被诅咒宝物的真相 以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然而 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条更加惊险刺激 扑朔迷离的探险之路 夜色如墨 乌云遮住了月亮 使得本就偏僻的小鹿更加阴森恐怖 屠夫张大胆提着血淋淋的屠刀 步履匆匆地往家赶 今晚生意格外好 他宰杀了不少猪羊 此刻已是夜深人静 他只想尽快回到温暖的家中 张大胆是个胆大的汉子 平日里杀猪宰羊从不手软 但今夜不知为何 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他 他回头望去 只见一片漆黑 连一丝风都没有 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死寂 他摇了摇头 自嘲地笑了笑 心想自己一定是太累了 才会产生这种幻觉 他加快了脚步 想要尽快摆脱这种压抑的气氛 就在这时 一阵凄厉的哭声 突然传入他的耳中 那声音像是从地底传来 又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 让人毛骨悚然 张大胆停下了脚步 四处张望 却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 谁 谁在哭 他大声喊道 声音在空旷的荒野上回答 哭声停止了片刻 但很快又响了起来 而且越来越近 张大胆的心开始砰砰地跳 他握紧了手中的屠刀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突然 他看到了一个土堆 那是一座新坟 哭声就是从那座坟里传出来的 张大胆咽了口唾沫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 他犹豫了片刻 但最终好奇心战胜了恐惧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坟前 蹲下身子 用徒刀轻轻刨开了坟头的土 随着土层的剥落 一个惊人的景象展现在他的眼前 坟里竟然躺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她面容清秀 但双眼紧闭 似乎已经死去多时 然而 他的胸口却在微微起伏 仿佛还在呼吸 张大胆惊呆了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女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求助 救救我 救救我 他微弱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 张大胆回过神来 他连忙将女子从坟中抱了出来 放在地上 他检查了一下女子的伤势 发现她只是被人打晕了过去 并没有生命危险 他松了一口气 心中却充满了疑惑 这女子是谁 为什么会被人埋在坟里 难道这是一场阴谋 女子渐渐恢复了意识 她告诉张大胆 她叫小翠 是个村姑 前几天被一群陌生人抓走 不知道带到了哪里 今天晚上 她被那群人打晕后 扔进了这座坟里 张大胆听了小翠的遭遇 心中愤怒不已 她决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 为小翠讨回公道 于是 她带着小翠回到了村里 开始四处打听消息 经过一番调查 她发现原来村里最近发生了一系列怪事 不少年轻女子都失踪了 而且都是在晚上 张大胆心中一灵 她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她决定要深入调查 揭开这个谜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张大胆四处奔波 寻找线索 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有善良的村民 也有心怀不轨的恶徒 她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危险 但她始终没有放弃 终于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她找到了线索的源头 原来 这一切都是一个邪恶的道士所为 她利用妖术控制了一群恶徒 专门抓年轻女子来修炼邪功 张大胆愤怒不已 她决定要铲除这个邪恶的道士 为民除害 她找到了道士的藏身之处 与她展开了一场激战 经过一番激战 张大胆终于打败了道士 救出了所有被抓的女子 村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 纷纷欢呼雀跃 感谢张大胆的英勇行为 小翠也感激不已 她决定以身相许 报答张大胆的救命之恩 张大胆笑了笑 接受了小翠的心意 从此以后 张大胆和小翠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那个邪恶的道士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村民们的生活 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然而 就在一切看似平息的时候 张大胆却发现了一个 更加惊人的秘密 原来 那个道士并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他只是被人利用了而已 真正的幕后黑手 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神秘势力 这个势力操控着整个地区的黑暗面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张大胆决定要继续深入调查 揭开这个更大的谜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张大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危险 他不仅要面对那些心怀不轨的恶徒 还要与隐藏在暗处的神秘势力斗智斗勇 然而 他并没有退缩 他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他将继续前行 直到揭开所有的真相 就这样 张大胆的故事在民间传颂开来 他的勇敢和正义感感染了无数人 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英雄 而那个隐藏在暗处的神秘势力 也在张大胆的努力下 逐渐露出了真面目 以上是故事的前半部分 后续将围绕张大胆揭露神秘势力的过程展开 情节将更加跌宕起伏 敬请期待张大胆在揭露神秘势力的道路上 走得并不顺畅 他发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每揭开一层真相 就会有更深的谜团等着他 但他没有退缩 他深知只有坚持下去 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一天夜里 张大胆悄悄潜入了神秘势力的一个秘密据点 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巡逻的守卫 来到了一个密室前 他贴在门上 秉息凝神 试图听到里面的动静 突然 密室内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 张大胆心中一紧 他立刻推开门 冲了进去 只见密室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祭坛 上面摆放着各种奇怪的法器 而祭坛前 一个身着黑袍的人正背对着他 口中念念有词 张大胆心中一灵 他知道自己遇到了大麻烦 他紧握屠刀 一步步朝黑袍人走去 黑袍人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到来 缓缓转过身来 当张大胆看清黑袍人的面容时 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竟然是他曾经的一个好友 一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书生 怎么是你 张大胆惊讶地问道 黑袍人冷笑一声 说道 张大胆 你没想到吧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 我利用那个道士 抓来了这些女子 用她们的鲜血 来修炼我的邪功 而你 不过是我计划中的一颗棋子而已 张大胆愤怒不已 他挥起屠刀 朝黑袍人砍去 黑袍人却丝毫不拒 他轻轻一挥手 一道黑气便朝张大胆袭来 张大胆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 撞在了他的胸口 他顿时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他挣扎着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体内仿佛有一股寒气在游走 让他无法动弹 黑袍人缓缓走到张大胆的面前 冷笑道 张大胆 你以为你能打败我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修炼成了不死之身 你是无法打败我的 张大胆心中绝望 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遇到了大麻烦 然而 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咬破手指 将鲜血滴在了屠刀上 屠刀上顿时泛起了一阵红光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刀身中涌出 冲向了黑袍人 黑袍人显然没有料到这一招 他被红光击中 顿时惨叫一声 倒在了地上 张大胆趁机冲上前去 一刀砍下了黑袍人的头颅 黑袍人的身体化作一阵黑烟 消散在了空气中 张大胆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终于打败了这个邪恶的黑袍人 然而 他也知道 这只是一个开始 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没有露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张大胆继续深入调查 他发现了更多的秘密和线索 他发现这个神秘势力 与朝廷中的某些权贵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修炼邪功 更是想要掌控整个国家 张大胆心中一惊 他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必须尽快揭开真相 阻止他们的计划 然而 就在他即将揭开最后的真相时 他却突然遭到了神秘势力的暗杀 他身负重伤 逃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洞里 在山洞中 张大胆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人 老人告诉他 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被神秘势力操控的棋子 他的目的是要引导张大胆揭开真相 老人给了张大胆一枚神奇的丹药 可以治愈他的伤势 张大胆服下丹药后 果然感觉身体好多了 他感激不已 决定要继续前行 揭开最后的真相 在老人的指引下 张大胆终于找到了神秘势力的老巢 他经过一番激战 终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 揭开了最后的真相 原来 这个神秘势力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朝廷中的一位重臣 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操控着整个神秘势力 企图掌控整个国家 张大胆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皇帝 皇帝震怒不已 立即下令将那个重臣处死 并清除了神秘势力的所有余孽 张大胆为民除害 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和百姓的尊敬 他和小翠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他们的心中却始终有一个疑问 那个老人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张大胆 他试图去寻找答案 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他知道 这个谜团或许永远都无法解开 但他也相信 只要心中有正义 就能战胜一切邪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张大胆和小翠的生活还在继续 他们将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 守护着百姓的安宁 而那个神秘的老人 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出现 揭开更多的秘密 宋朝时期 叶城有个叫赵木匠的木匠 此人年方二十 长得高大威猛 为人更是善良正直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 这天 赵木匠像往常一样 正在家中忙活着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放下手中的活计 起身去开门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红衣的年轻女子 女子面容娇美 身材窈窍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女子见赵木匠开门 赶忙上前失礼道 赵大哥 我家里的床榻坏了 想请您过去帮忙修一下 不知您是否方便 赵木匠一听是修床 顿时来了精神 他笑着说道 原来是修床啊 姑娘请放心 我这就跟你去 说完 赵木匠便拿起工具箱 跟着女子出了门 两人一前一后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 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宅院前 女子推开院门 请赵木匠进去 赵木匠环顾四周 发现这处宅院虽然偏僻 但布置得十分雅致 院内花草繁茂 假山流水 别有一番风味 女子将赵木匠带到一间卧房前 指着屋内的床榻说道 赵大哥 就是这床榻坏了 麻烦您帮忙修一下 赵木匠点点头 走进屋内仔细查看了一番 发现床榻的一角已经断裂 需要重新加固 他拿出工具 开始忙碌起来 不一会儿 床榻就被他修好了 修好床榻后 赵木匠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正准备收拾工具离开 这时 他忽然发现 床榻上湿漉漉的 好像有水迹 他心中一动 悄悄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墨斗 这墨斗是赵木匠的祖传之物 据说有驱邪必凶的功效 他轻轻拉动墨斗 在床榻周围画了一圈 这一画不要紧 床榻上竟然冒出一缕缕黑烟 黑烟中隐约可见一个猙獰的鬼影 赵木匠见状 心中一惊 暗道 这床榻上竟然有鬼怪作祟 他不敢大意 连忙从工具箱中拿出一把陶木剑 指着鬼影喝道 何方鬼怪 竟敢在此作祟 那鬼怪被赵木匠的陶木剑一指 顿时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身形变得愈发模糊起来 赵木匠趁机上前 一剑刺向鬼怪 只听扑驰一声 鬼怪被陶木剑刺中 化作一股黑烟消散在空气中 女子健壮 吓得花容失色 她扑通一声跪在赵木匠面前 哭诉道 赵大哥 求您救救我 原来 这女子名叫小芳 是个孤苦无依的寡妇 前不久 她刚搬到这处宅院居住 没想到这宅院里竟然藏着一个恶鬼 每晚都出来作祟 害得她夜不能寐 她曾请过道士来驱鬼 但都无济于事 今天她听说赵木匠手艺高超 便请她来修床 希望能借此机会请赵木匠帮忙驱鬼 赵木匠听完小芳的哭诉 心中一阵感慨 她扶起小芳说道 姑娘放心 我既然遇到了这件事 就不会袖手旁观 说完 赵木匠从工具箱中拿出一道黄符 贴在床榻上 口中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 黄符上冒出一缕金光 将床榻笼罩其中 金光中 那恶鬼的惨叫声不断响起 似乎正在遭受折磨 过了好一会儿 金光渐渐消散 床榻上也恢复了平静 赵木匠走到床榻前查看了一番 确定恶鬼已经被驱除干净 他拍了拍小芳的肩膀说道 姑娘 恶鬼已经被我驱除了 以后你可以安心居住了 小芳闻言感激涕零连连向赵木匠道谢 赵木匠摆摆手说道 不用客气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从此以后 小芳的宅院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鬼怪作祟的事情 而赵木匠也因为这次驱鬼的经历 名声大噪 成为了夜城有名的驱鬼大师 赵木匠在驱鬼之后 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他依旧每日忙于木匠活计 偶尔也会在闲暇之余 帮助乡亲们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小芳也时常来拜访他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两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 好景不长 一日 赵木匠正在家中忙碌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他放下手中的活计 走到门口查看 只见一对官兵飞驰而来 停在了他的家门口 为首的军官下马后 走到赵木匠面前 拱手说道 赵大师 我们奉皇上之命 前来请您入宫 为皇宫中的一件宝物修复 赵木匠闻言 心中一惊 他知道自己虽然手艺高超 但但皇宫中的宝物 往往都牵扯到许多权贵和复杂的势力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 然而 皇命难为 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赵木匠收拾好工具 跟着官兵们进了城 一路来到了金碧辉煌的皇宫 他被带到了一间密室之中 只见室内摆放着一件华丽的浴床 这浴床雕刻精美 但床角却有一处明显的裂痕 赵木匠走上前去 仔细查看了一番 心中便有了计较 他拿出工具 开始动手修复 然而 就在他专心致志地修复浴床时 忽然感到一阵阴冷的气息袭来 他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黑影在密室中若隐若现 似乎在窥视着他 赵木匠心中一惊 暗道 这皇宫之中 果然藏有鬼怪 他悄悄拿出了墨斗 准备应对 就在这时 那黑影忽然向他扑来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赵木匠早有准备 他迅速拉动墨斗 一道黑线向黑影射去 黑影被黑线击中 发出一声惨叫 身形变得模糊起来 赵木匠趁机上前 一记陶木剑劈向黑影 黑影躲避不及 被陶木剑击中 化作一股黑烟消散在空气中 就在赵木匠以为危机解除时 密室的门忽然被推开 几个身穿官服的人走了进来 他们见到赵木匠手持陶木剑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其中一人上前问道 赵大师 您这是在做什么 赵木匠心知这些人来者不善 他收起陶木剑和墨斗 淡淡地说道 我在修复玉床 那人文言 点了点头说道 原来如此 我们是皇宫中的侍卫 负责守卫这间密室 刚才我们听到这里有动静 便过来看看 赵木匠心中一动 试探着问道 这里可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那人文言 脸色一变 但随即恢复正常 说道 这里只是存放宝物的地方 能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赵木匠见他不肯多说 也不再追问 他继续修复玉床 心中却暗暗警惕 他知道 这皇宫之中 处处都充满了阴谋和危险 自己必须小心行事 过了几日 玉床终于被赵木匠修复如初 他向皇帝复命后 便准备离开皇宫 然而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忽然接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 信件中写道 赵大师 若想活命 速离皇宫 有人欲害你性命 赵木匠看完信件 心中一惊 他知道自己 在这皇宫之中得罪了不少人 但没想到会有人想要置他于死地 他不敢大意 连夜离开了皇宫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回到家中后 赵木匠整日提心吊胆 生怕有人上门寻仇 然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却并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 赵木匠心中虽然疑惑 但也不敢放松警惕 一日 他正在家中忙碌时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放下手中的活计 走到门口查看 只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 面色焦急地说道 赵大师 快救救我家小姐 赵木匠心中一动 问道 你家小姐怎么了 那人答道 我家小姐被鬼怪缠身 已经并重不起 我们听说 赵大师有驱邪避凶的本事 特地前来 请您出手相救 赵木匠文言 心中一沉 他知道 这鬼怪之事 往往都与阴谋和仇恨有关 但想到 那小姐无辜受害 他又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 他收拾好工具 跟着那人去了 到了那人家中 赵木匠见到一个形容憔悴的年轻女子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气息微弱 他仔细检查了一番 发现这女子果然是被鬼怪缠身所致 他拿出墨斗和桃木剑 开始为女子驱邪 然而 这鬼怪似乎十分厉害 赵木匠几次出手都未能将其驱除 他心中焦急 直到这样下去 女子恐怕性命难保 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起 皇宫中收到的那封神秘信件 他心中一动 暗道 莫非这鬼怪与皇宫中的阴谋有关 想到这里 赵木匠决定深入调查此事 他离开女子家中后 开始四处打听 关于皇宫中的传言和消息 经过一番努力 他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原来 这鬼怪竟是与皇宫中的一位权贵有关 他因为嫉妒赵木匠的手艺和名声 便派人暗中加害于他 而那小姐 则是无辜被波及之人 赵木匠得知真相后 心中大怒 他决定要揭开这权贵的真面目 为小姐和自己讨回公道 然而 这权贵势力庞大 赵木匠要想对付他 并不容易 他必须小心行事 步步为营 于是 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在皇宫和民间悄然展开 赵木匠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一步步接近真相 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 他能否成功揭开权贵的真面目 又能否救出那无辜的小姐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深山之中有一个叫桃花村的小村落 这里民风淳朴 村民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过着平静而简单的生活 村中有个寡妇 名叫翠花 她年放二十 容貌秀美 却因丈夫早逝而守寡 翠花勤劳善良 不仅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时常帮助村里的老人和孤儿 一日 翠花去山中采药 意外发现一头受伤的公牛倒在草丛中 那公牛浑身是血 眼中流露出求生的渴望 翠花心生怜悯 连忙上前查看伤势 发现她的后腿被猎人的陷阱所伤 伤口深可见过 她毫不犹豫地采来草药 细心地为公牛包扎伤口 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她带回了家中 在翠花的精心照料下 公牛逐渐康复 她似乎通人性 对翠花感激不尽 时常在她身边温顺地蹭来蹭去 然而 自从救下这头公牛后 翠花却开始做起了奇怪的梦 每当夜幕降临 她便会梦见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 与她共赴乌山云雨 翠花醒来后 总是满脸羞红 心中却充满了莫名的期待 日子一天天过去 翠花的梦境越来越频繁 她也开始变得心神不宁 日渐憔悴 村里的老人们见状 纷纷议论纷纷 说翠花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翠花听了 心中更是惶恐不安 但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日 村里来了一位游历的老道士 她鹤发童颜 先锋道鼓 一看便知不是凡人 村民们纷纷上前请教 老道士也乐于解答各种问题 翠花得知后 鼓起勇气找到了老道士 将自己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老道士听后 眉头紧锁 沉思片刻后说道 你就吓得那头公牛 并非凡物 乃是山中修炼多年的妖物 她为了感激 你的救命之恩 便化作人形入梦 与你相会 然而 人妖殊途 长期下去 必会引来祸端 听到劝你 尽快嫁人 方可消灾解难 翠花听了老道士的话 心中一阵惊愕 她既感激公牛的救命之恩 又害怕真的会引来祸端 她犹豫不决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道士看出她的犹豫 又说道 你心中已有答案 只是不愿面对罢了 贫道严禁于此 你好自为之 说完 老道士便飘然而去 留下翠花一人愣在原地 当晚 翠花又做了那个梦 她梦见那个英俊的男子紧紧拥抱着她 温柔地说 翠花 你救了我的命 我愿以身相许 但老道士说得对 我们终究不是同类 为了你的安全 我必须离开 你忘了我吧 找个好人家嫁了 过上幸福的生活 翠花醒来后 泪流满面 她知道 这是公牛在向她告别 她心中既感激又惋惜 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 日子一天天过去 翠花心中的迷茫和恐惧 逐渐转化为坚定的决心 她决定听从老道士的建议 尽快嫁人 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 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 找到合适的人选 并不容易 翠花虽然貌美如花 但寡妇的身份 却成了她再婚的绊脚石 就在翠花为婚事发愁时 村里来了一位年轻的货郎 她名叫阿牛 长得高大英俊 为人诚实善良 阿牛在村里住了下来 经常帮村民们搬运货物 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翠花也对阿牛心生好感 觉得她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然而 就在翠花准备向阿牛表白心意时 她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阿牛并非普通的货郎 而是老道士派来暗中保护她的仙童 老道士担心翠花无法独自应对妖物的纠缠 便派阿牛前来相助 阿牛一直默默守护着翠花 直到她决定嫁人时 才现出真身 翠花得知真相后 心中感动不已 她决定嫁给阿牛 开始新的生活 在村民们的祝福下 翠花和阿牛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 两人相敬如宾 恩爱有加 翠花也慢慢忘记了那段诡异的梦境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那头公牛 在翠花嫁人后 也离开了村落 继续她的修炼之路 她时常在夜深人静时回到村口 默默地看着翠花和阿牛幸福生活的身影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祝福 这个故事在桃花村里流传了很久很久 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盘子 她告诉人们 善良总会有回报 而面对未知时 勇气和决心 往往比恐惧更重要 同时 她也揭示了人妖之间的界限和命运的无常 让人再感叹之余 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时光 然而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反而开启了一段 更加惊心动魄的序章 翠花和阿牛婚后的生活虽然平静 但翠花心中总有一丝不安 她时常在梦中见到那头公牛 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看穿她的灵魂 她试图告诉阿牛 但阿牛总是安慰她 说那只是她的噩梦 不必太过在意 一日 翠花独自上山采药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她心中一紧 加快脚步想要回家 就在这时 她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她拉入了一个黑暗的空间 当她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山谷 四周弥漫着浓重的雾气 看不清方向 她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 突然听到一阵低沉的牛鸣声 她寻声望去 只见那头公牛正站在不远处 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你为何带我来这里 翠花紧张地问道 公牛低头沉吟片刻 缓缓开口 翠花 我本是天界的一头神牛 因触犯天条 被贬下凡间修炼 你救了我一命 我感激不尽 但我的仇家仍在寻找我 我恐怕会给你带来祸端 翠花听后大惊失色 她没想到 这头公牛竟有如此大的来头 她想问更多 但公牛却打断了她 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尽快离开 但在此之前 我要送你一件宝物 或许能保你平安 说完 公牛从身上拔下一根牛毛 递给翠花 那牛毛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似乎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这个牛毛能化作我的分身 遇到危险时 只需默念我的名字 它便会保护你 公牛说道 翠花接过牛毛 心中既感激又担忧 她知道自己与这头公牛 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无论未来如何 她都要勇敢面对 就在这时 山谷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公牛神色一紧 说道 我的仇家来了 你快躲起来 说完 公牛化作一道金光 消失在雾气中 翠花也急忙躲进了一片灌木丛中 不一会儿 几个身穿黑袍的怪人 出现在山谷中 他们手持法器 四处搜索着公牛的踪迹 翠花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被他们发现 就在她屏息凝神之际 一个黑袍人 突然走到了她藏身的地方 她的眼睛 仿佛能穿透灌木丛 直勾勾地盯着翠花 翠花心中一紧 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就在她即将被黑袍人抓住时 她想起了那根牛毛 她心中默念公牛的名字 手中的牛毛瞬间化作一道金光 将它包裹其中 黑袍人见状大惊失色 他们试图攻击那道金光 但都被轻易地挡了下来 翠花趁机从金光中逃出 朝着山谷外狂奔而去 她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 直到筋疲力尽才停下来 她回头望去 只见那些黑袍人 已经消失在雾气中 她松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 然而 她知道这场危机并没有结束 那些黑袍人显然不会轻易放弃 寻找公牛的踪迹 而她作为公牛的救命恩人 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翠花回到家中 将这段惊险的经历告诉了阿牛 阿牛听后沉默良久 然后说道 翠花 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你的 但我们必须小心行事 不能让那些黑袍人找到我们 从那天起 翠花和阿牛过上了更加隐秘的生活 他们时常搬家换居 避免被黑袍人追踪 同时 翠花也开始修炼 那根牛毛所蕴含的力量 希望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翠花发现 那些黑袍人 似乎越来越难缠 他们似乎能追踪到她的气息 无论她躲到哪里 都能找到她 翠花开始怀疑 是不是公牛留给她的牛毛 被黑袍人发现了什么破绽 就在翠花和阿牛 感到无计可施之际 一个神秘的道士 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自称是公牛的旧友 得知翠花遭遇困境后 特地前来相助 道士给了翠花一个符咒 说能暂时掩盖她的气息 让黑袍人无法追踪 同时 他也提醒翠花和阿牛 要尽快找到公牛的仇家 并解决恩怨 否则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这场危机 翠花和阿牛感激不已 决定听从道士的建议 他们开始四处打听 公牛的仇家是谁 以及如何找到他们 然而 这条道路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他们不知道 前方还有多少考验等待着他们 故事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但翠花和阿牛的冒险 却仍在继续 他们能否找到公牛的仇家 并解决恩怨 他们能否摆脱黑袍人的追踪 并过上平静的生活 这些悬念将留待后续的故事来揭晓 明朝万历年间 有一个叫做李木匠的人 他制作木制家具的手艺非常的高超 能够制作各种精美的家具和器具 他的名声传遍了附近的几个县城 常常有人找他接活 有一年的中秋节 李木匠接了一个远方的活 要为一位富户制作一套红木家具 他带着自己的工具 骑着一体马 赶往那个地方 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同行的木匠 他叫做王二 也是去那个地方接活儿的 两人一见如故 便结伴而行 他们走了一天一夜 终于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个富裕的大村庄 村里的人都住着漂亮的房子 穿着华丽的衣服 过着安逸的生活 李木匠和王二找到了那位富户的家 敲响了大门 门开了 一个身穿锦衣的仆人出来 看了看他们 冷冷地说 你们是来做活的木匠吗 李木匠和王二点点头 说 是的 我们是来为您家老爷 制作红木家具的 仆人说 好吧 你们跟我来 说着 他领着他们进了大院 走到了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 说 这里就是你们的住处 你们的工具和行李 就放在这里 明天早上开始工作 今天是中秋节 你们自己安排吧 不要打扰我们家老爷 说完 他就转身离开了 连一句招呼都没有留下 李木匠和王二看了看四周 只见这间房子是一间破旧的土屋 屋里只有两张破烂的木床 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 和一盏油灯 屋外是一片荒芜的菜园 杂草丛生 没有一点生气 李木匠心里很不舒服 他说 这位富户真是太小气了 他住着那么大的房子 却让我们住在这样的地方 连一顿饭都不给我们吃 真是不把我们当人看 王二说 是啊 这里真是太差了 不过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将就一下 等做完活 拿了钱 就走人 李木匠说 那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 我们没有吃的 也没有喝的 这里又没有人 我们怎么过中秋节呢 王二说 我有一个主意 你看 我们的马还在外面 我们可以骑着马 到村里去买些吃的喝的 然后回来 点上油灯 吃个团圆饭 看个月亮 也算是过了中秋节 李木匠觉得 这个主意不错 就同意了 他们把工具和行李放好 骑着马 出了大院 向村里走去 村里的人都在庆祝中秋节 到处都是灯火通明 歌声笑语 一片欢乐的气氛 李木匠和王二 在村里找了一家小店 买了些烧鸡 烤鸭 月饼 水果 和酒水 准备回去 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他们看到 村里的每家 每户的门前 都放着一把米 有的是白米 有的是黑米 有的是黄米 有的是红米 各种颜色的米 堆成了小山 散发着香气 李木匠很好奇 就问店主 老板 你们村里为什么每家每户的门前 都放着一把米呢 这是什么风俗呢 店主说 哦 这是我们村里的一个传统 每年的中秋节 我们都要在门前放一把米 以示敬神祈福 我们相信 这样做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和睦 生活富足 平安无事 李木匠说 原来如此 这是一个很好的风俗 我很佩服你们的信仰 店主说 谢谢你的夸奖 不过 你们最好也跟着我们做 否则 你们可能会遇到麻烦 李木匠说 什么麻烦 店主说 你们不知道吗 这里有一个饿鬼 他叫做米鬼 他专门吃米 他每年的中秋节 都会出来 到处寻找米吃 他只吃门前放着的米 不会进屋子 所以我们都在门前放一把米 让他吃个饱 就走了 如果有人没有放米 他就会生气 进屋子 把人吃了 李木匠听了 吓了一跳 他说 真的吗 这么可怕 店主说 当然是真的 这是我们村里的亲身经历 每年都有人 被米鬼吃掉 你们不信 可以问问村里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都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情 李木匠和王二 相信了店主的话 他们觉得 既然这里有这样的风俗 他们也应该遵守 以免招惹麻烦 他们就向店主买了一把米 准备带回去 放在门前 店主说 你们买的是什么米 李木匠说 这是白米啊 不是吗 店主说 不行 不行 你们不能买白米 白米是最普通的米 米鬼不喜欢吃白米 他会觉得 你们不尊重它 他会更生气 更容易进屋子 你们必须买其他颜色的米 才能让他满意 李木匠说 那我们买什么颜色的米呢 店主说 你们可以买黑米 或者黄米 或者红米 这些都是比较珍贵的米 米鬼喜欢吃这些米 他会觉得 你们很诚心 很大方 他就不会进屋子 你们才能安全 李木匠和王二听了 觉得有道理 就换了一把红米 付了钱 卸了店主 赶紧回去 他们回到了富户的家 把马拴在了大门外 把红米放在了门前 然后进了房子 把买来的吃的喝的摆在了桌子上 点亮了油灯 准备吃饭 他们边吃边聊 说起了自己的家乡 家人 和木匠的生活 他们都是从小就喜欢做木匠的 他们觉得木匠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 能够为人们创造美好的东西 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他们都很想念他们 希望他们过得好 他们吃完了饭 又喝了些酒 心情很好 他们走到了窗户边 看着外面的月亮 感叹着中秋节的意义 祝福着自己的亲人 也祝福着对方 他们觉得很困 就回到了床上 准备睡觉 李木匠突然想起了店主的话 他说 王二 你说 那个迷鬼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王二说 我不知道 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假的 也许是村里人的传说 也许是富户的阴谋 反正 我们已经按照风俗做了 应该没事了 李木匠说 是啊 应该没事了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 万一那个迷鬼真的来了 进了屋子 我们怎么办呢 王二说 你怕什么 我们有工具 有马 有酒 有力气 我们可以跟他斗 跑 喝 打 总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他 李木匠说 你说得对 我们不怕他 我们是勇敢的木匠 我们可以应付任何困难 他们说着 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听到了一阵响声 像是有人在敲门 他们惊醒了 抬起头 看了看窗外 只见月亮已经西斜 天色已经微明 应该是快要天亮了 他们心里一惊 他们想 这会儿谁会来敲门呢 难道是迷鬼吗 他们赶紧起床 拿起了自己的工具 走到了门口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条缝 往外看 他们看到 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黑影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 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斗笠 遮住了他的脸 只露出了一双发亮的眼睛 他手里拿着一根黑色的铁棍 正用力地敲着门 他们吓得浑身发抖 他们想 这一定是迷鬼 他一定是来吃我们的 他们想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跟他说话 要不要跟他斗 要不要跑 要不要喝 要不要打 他们想了想 觉得 既然他已经来了 我们就不能不理他 我们要跟他说话 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鼓起勇气 对着门外的黑影 大声地说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黑影停止了敲门 用一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说 我是米鬼 我来吃米 李木匠和王二说 你来吃米 我们已经在门前放了一把红米 你为什么还要敲门 黑影说 我已经吃了你们的红米 但是我还不饱 我还要吃你们的白米 李木匠和王二说 我们的白米 我们没有白米 我们只有红米 你已经吃了 你还要怎么样 黑影说 你们没有白米 不要骗我 我知道你们有白米 你们把白米藏在了床头 我闻到了 你们快把白米给我 否则 我就要进来 把你们吃了 李木匠和王二听了 大惊失色 他们想 他怎么知道 我们的床头有白米 难道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 他们回想了一下 他们突然想起了 他们昨天晚上 吃完饭后 把剩下的饭菜 都放在了床头的一个盆里 准备第二天早上再吃 那个盆里 有一些白米饭 还有一些烧鸡 烤鸭 水果 和月饼 他们想 难道 那个米鬼 就是闻到了那个盆里的白米饭 才来敲门的吗 他们想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怎么能闻到那么远的东西呢 他的鼻子真是太灵了 他真是个可怕的米鬼 他们想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把那个盆里的东西 给他吃呢 要不要跟他说 那不是白米 而是白米饭呢 要不要跟他说 那是我们的早饭 不能给他呢 他们想了想 觉得既然他已经闻到了 我们就不能不给他 我们要把那个盆里的东西 给他吃 也许 他吃了 就会走了 不会再来麻烦我们了 他们对着门外的黑影 说 好吧 好吧 我们承认 我们的床头有白米 不过 那不是白米 而是白米饭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是我们的早饭 我们本来不想给你 但是 既然你已经闻到了 我们就给你吧 你吃了 就走吧 不要再来麻烦我们了 黑影说 真的吗 你们不是在骗我吗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名叫朱七的小子 家里是祖传的做豆腐的 朱七从小跟着父亲学做豆腐 手艺十分精湛 朱七为人老实 待人和善 在十里八乡 颇有些名气 这天 朱七做完豆腐 正要去集市上卖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只见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公子哥 身后跟着几个家丁 只高气扬地朝他奔来 朱七心中一惊 心想 这又是哪家的公子哥 来欺压百姓了 朱七刚想着 那公子哥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勒住马江 居高临下地看着朱七 说道 小子 听说你做的豆腐不错 本公子今天就要尝尝 朱七心中虽然不满 但也不敢得罪这些有权有势的公子哥 只好恭恭敬敬地答道 公子爷 小的这就给您准备豆腐去 朱七说着 转身去取豆腐 那公子哥却一把拉住他 说道 慢着 本公子今天不想吃普通的豆腐 想吃一种特别的豆腐 朱七一愣 问道 特别的豆腐 公子爷 小的做的都是普通的豆腐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公子哥冷笑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你听说过人肉豆腐吗 朱七一听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连连摇头道 公子爷 小的只是个做豆腐的 哪里听说过这种人肉豆腐啊 您别开玩笑了 那公子哥却一脸阴沉地说道 谁跟你开玩笑了 本公子今天就要尝尝这人肉豆腐的滋味 你若是做不出来 本公子就让人砍下你的手脚 剁碎了做成豆腐 朱七一听 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心中暗道 这公子哥真是丧心病狂 竟然想吃人肉豆腐 我若是做不出来 岂不是要遭殃 朱七心中焦急 忽然灵机一动 说道 公子爷 小的虽然不会做人肉豆腐 但是小的知道一个地方 那里有一种特别的豆腐 叫做仙女豆腐 据说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美容养颜 那公子哥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问道 哦 真的有这种豆腐 在哪里 朱七说道 就在不远处的山上 有个山洞 那山洞里就有这种仙女豆腐 那公子哥一听 顿时大喜 说道 好 那你现在就带本公子 去取这仙女豆腐 朱七心中松了一口气 按道 总算是暂时摆脱了这个恶魔 他连忙带着那公子哥和他的家丁们 朝着山上的山洞走去 一行人走了许久 终于来到了山洞前 那公子哥看着漆黑的山洞 有些犹豫地说道 这山洞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朱七连忙说道 公子爷放心 这山洞里很安全的 只是有些优暗而已 小的这就进去给您取仙女豆腐 说着 朱七就举着火把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山洞 那公子哥和他的家丁们 则在洞口等着 朱七进了山洞 越走越深 心中却是越来越紧张 他其实是在撒谎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仙女豆腐 只是想找个借口 摆脱那个公子哥而已 现在好了 反而把自己逼近了绝境 朱七正在胡思乱想 忽然听到一阵轻柔的歌声传来 他心中一惊 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正站在不远处 笑盈盈地看着她 朱七一看那女子 顿时惊呆了 只见那女子 长得倾国倾城 美丽绝伦 仿佛是天上仙女下凡一般 朱七从小到大 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呢 那女子看着朱七呆愣的样子 笑道 小哥哥 你看着我发呆 是不是被我迷住了 朱七回过神来 脸上一红 脸盲说道 姑娘误会了 小的只是被姑娘的美貌惊到了 请问姑娘是谁 为何会在这里 那女子笑道 我是这山洞里的仙女 名叫白 你叫什么名字 为何会来到这里 朱七说道 小的叫朱七 是个做豆腐的 刚才 有个恶霸公子哥 逼我给他做人肉豆腐 我没办法 只好撒谎说 这里有仙女豆腐 把他骗到这里来了 白儿一听 顿时怒了 说道 什么 那个恶霸公子哥 竟然想吃人肉豆腐 真是可恶 你放心 我会帮你教训他的 朱七一听 心中大喜 连忙说道 多谢姑娘相救 白儿说道 不用客气 我也是 看不过去他的恶行 这样吧 我给你一些 真正的仙女豆腐 你拿去给他 让他尝尝 真正的仙女豆腐的滋味 说着 白儿就从袖中 取出一些 晶莹剔透的豆腐 递给了朱七 朱七一看了豆腐 顿时惊呆了 只见那些豆腐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看起来就十分美味 朱七心中感激不已 连忙说道 多谢姑娘赠予仙女豆腐 小的这就拿去给那个公子哥 白儿点点头 说道 你去吧 不过要小心那个公子哥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朱七答应一声 小心翼翼地捧着仙女豆腐 走出了山洞 他回到洞口 只见那公子哥和他的家兵们 还在等着他 见他出来 那公子哥立刻迎了上来 问道 怎么样 拿到仙女豆腐了吗 朱七点点头 将仙女豆腐递给了那公子哥 那公子哥一看那豆腐 顿时眼睛一亮 说道 好 好 这就是我要的仙女豆腐 快拿回去 给我做了吃 朱七心中暗笑 想到 这公子哥真是个吃货 见了美食 就忘了其他事情 他连忙说道 是 公子爷 小的这就给您回去做 说着 朱七就捧着仙女豆腐 转身离开了 那公子哥和他的家兵们 则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回去了 朱七回到家中 将仙女豆腐做好 端给了那公子哥 那公子哥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 顿时惊为天人 连连称赞道 好 好 这仙女豆腐 果然名不虚传 真是美味极了 朱七心中冷笑 想到 这公子哥哪里知道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仙女豆腐 而是白儿姑娘送给他的教训 那公子哥吃了几口仙女豆腐后 忽然觉得头晕目眩 身体发软 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他的家丁们见状 连忙上前扶住他 惊慌地问道 公子爷 您怎么了 那公子哥挣扎着说道 我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头晕得厉害 朱七见状 心中一动 想到 莫非这仙女豆腐有毒 他连忙走过去 扶起那公子哥 说道 公子爷 您别着急 小的这就去请大夫来给您看看 说着 朱七就转身出了门 去找大夫了 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去找大夫 而是想趁机摆脱这个公子哥 他知道这个公子哥是个恶霸 若是他醒了过来 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 朱七离开了那个公子哥的家 心中暗自庆幸 想到 多亏了白儿姑娘的仙女豆腐 让我摆脱了那个恶霸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朱七回到了山洞前 想要进去找白儿姑娘道谢 他走进山洞 只见白儿姑娘正坐在一块石头上 笑盈盈地看着他 朱七一见白儿姑娘 连忙上前行礼道 多谢姑娘相救之恩 小得感激不尽 白儿姑娘笑道 不用客气 我也是看不过去那个公子哥的恶行 对了 你吃了我的仙女豆腐 感觉怎么样 朱七一愣 说道 小的没吃啊 都给那个公子哥吃了 白儿姑娘一听 顿时愣住了 说道 什么 你没吃 那公子哥吃了我的仙女豆腐 岂不是 朱七问道 姑娘 您的仙女豆腐有什么问题吗 白儿姑娘叹了口气 说道 其实那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仙女豆腐 而是我用法术变出来的 那公子哥吃了 会暂时失去法力 变得跟普通人一样 朱七一听 顿时惊呆了 说道 原来姑娘是神仙哪 小得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白儿姑娘笑道 我不是什么神仙 只是个修行者而已 对了 我看你是个善良老实的人 想问你一件事 朱七说道 姑娘请说 小得知无不言 白儿姑娘说道 我想找个地方修行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朱七一听 连忙说道 这里是个好地方 山清水秀 很适合修行 姑娘若是喜欢 就住在这里吧 白儿姑娘听了 心中一动 说道 那好 我就在这里住下来 不过 我不能白住你的地方 我可以帮你做些事情 朱七一听 心中大喜 连忙说道 那就太好了 小的家中 正好缺个女主人 姑娘若是不嫌弃 就留下来当我的老婆吧 白儿姑娘一听 顿时脸红了 说道 你 你说什么呢 我 我怎么能当你的老婆 朱七健壮 心中一急 说道 姑娘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希望你能留下来陪我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但是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白儿姑娘听了朱七的话 心中有些感动 但是 也有些犹豫 她知道自己是个修行者 不能随便嫁人 但是 她又觉得 朱七是个好人 值得托付终身 白儿姑娘想了许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 说道 好吧 我愿意留下来陪你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朱七一听 顿时大喜过望 连忙说道 姑娘请说 别说一个条件 就是十个条件 我也答应 白儿姑娘说道 我的条件就是 你不能干涉我的 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 有座古老的道观 道观虽不大 但香火鼎盛 常有善男戏女 前来祈福求千 这日 天刚蒙蒙亮 一位妙龄少女 急匆匆地踏进了道观的大门 她的脸上 写满了交集与期待 少女名叫小芳 年芳二八 正值青春年华 她家境殷实 容貌出众 但唯独姻缘不顺 眼看同龄的姑娘 都已成家 她却始终未能 觅得如意郎君 家中长辈虽不催促 但小芳 自己心中 却是交集万分 她听闻这道观中的 神仙极为灵验 便决定前来祈求一段好姻缘 小芳虔诚地跪在神像前 双手合十 心中默念着祈求姻缘的导词 就在这时 倒观的 灌主恰好路过 见到小芳跪拜的虔诚模样 心中不禁一动 灌主是个见多识广的老人 她看出小芳身上似乎有些不寻常的气息 但又不便明说 灌主咳嗽一声 走到小芳身旁 轻声说道 姑娘 求姻缘乃人之常情 但缘分天定 强求不得 你且起身 让我为你解一签吧 小芳闻言 心中一喜 连忙起身向灌主道谢 灌主取出一支签筒 让小芳摇签 片刻后 一支签从筒中跳出 灌主接过一看 面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她看了看小芳 欲言又止 最后长叹一声 说道 姑娘 这签 爱 你还是不要看了吧 小芳心中一紧 盲问 灌主 莫非这签上有什么不妥之处 灌主犹豫了片刻 终于还是说道 这签上显示 你命中注定有三段姻缘 但每一段都充满了波折与磨难 我怕你承受不起啊 小芳听得一愣 随即有些不信地说道 灌主 您莫不是在开玩笑吧 怎会有如此离奇之事 灌主摇了摇头 正色道 我严禁于此 信与不信 皆在你心 只是 我奉劝你一句 还是早日离开此地 莫要再求姻缘了 说完 灌主转身欲走 却被小芳一把拉住 小芳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说道 灌主 我不怕波折 也不怕磨难 只要能找到我的良人 我什么都愿意承受 请您告诉我 这三段姻缘 究竟是何意思 灌主见小芳如此执着 心中也是无奈 他沉思片刻 缓缓说道 也罢 我便告诉你吧 这三段姻缘 第一段乃是你与一位英俊书生的缘分 但他命中有节 恐难与你长久 第二段姻缘 则是一位武将 他英勇善战 但脾气暴躁 你们之间恐有诸多争执 第三段姻缘 则最为离奇 乃是一位 爱 不说也罢 总之 这三段姻缘 都非寻常可比 你若是执意要寻 只怕会落得个伤痕累累的下场 小芳听完灌主的话 心中五味杂沉 他既想放弃 又不甘心 就这样错过良缘 他咬了咬牙 说道 灌主 谢谢您的好意 但我相信 无论前路如何艰难 我都会找到属于我的幸福 请您告诉我 我该如何去寻这三段姻缘 灌主看着小芳坚定的眼神 知道他已下定决心 他叹了口气 说道 也罢 你既如此执着 我便告诉你吧 第一段姻缘 你需前往镇东的书院 那里有一位书生 便是你的有缘人 第二段姻缘 则需前往边疆 寻找那位英勇的武将 至于第三段姻缘 哎 你若是能找到前两段 或许自会明了 小芳听完灌主的话 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他向灌主道谢后 便离开了道观 他决心 要按照灌主所说 去寻找自己的三段姻缘 然而 他并不知道的是 在他离开道观后 灌主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 他望着小芳离去的背影 喃喃自语道 冤夜啊 冤夜 你这一去 只怕再也回不来了 原来 灌主早已看出 小芳身上附着三只厉鬼 这三只厉鬼 乃是前世与他结下深仇大恨之人 如今化为鬼魅 纠缠不休 他本不想告诉小芳真相 但见他执迷不悟 只好出言提醒 然而 他深知这三只厉鬼的厉害 小芳若是执意去寻姻缘 只怕会落入他们设下的圈套之中 小芳离开了道观 心中充满了期待与激动 他按照灌主所说 首先前往了镇东的书院 在那里 他果然遇到了一位英俊潇洒的书生 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仿佛前世便有缘分一般 小芳心中欢喜 以为这便是他的第一段因缘 然而 他并未注意到 每当他与书生独处时 身后总会传来一阵阴冷的气息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芳与书生的感情日渐深厚 然而 就在两人准备护许终身之时 书生却突然遭遇了一场莫名的劫难 险些丧命 小芳惊慌失措 四处求医问药 但书生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他心中焦急万分 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灌主的话 难道这便是灌主所说的命中有劫吗 小芳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决定再次前往道观 寻求灌主的帮助 然而 当他回到道观时 却发现 灌主已经不在了 道观中的其他道士告诉他 灌主在数日前便离开了道观 不知去向 小芳心中一沉 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书生的身边 看着他日渐憔悴的面容 心中充满了无助与绝望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 回头一看 却只见三个模糊的身影 在门外一闪而过 他心中一惊 想要追出去看个究竟 但书生突然病情发作 他只得留下照顾 夜深人静时 小芳独自坐在书生的床边 心中思绪万千 他突然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那三只厉鬼在作祟 他们一直在暗中操控着他的命运 让他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绝境 想到这里 小芳不禁泪流满面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才能摆脱这三只厉鬼的纠缠 也不知道书生是否能够挺过这一劫 他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 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小芳心中一惊 连忙起身查看 然而 当他打开门时 却只见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他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知道这三只厉鬼已经找上门来了 他紧紧握住手中的护身符 心中默念着神仙的名字 希望能够借此驱走厉鬼 然而 厉鬼似乎并不惧怕这些 他们的阴冷气息越来越重 仿佛要将小芳整个人都吞噬掉 就在这时 书生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小芳回头一看 只见书生已经倒在了地上 脸色惨白 气息奄奄 他心中一急 连忙跑过去查看 然而 当他扶起书生时 却发现他的胸口插着一只锋利的匕首 小芳惊恐万分 他不知道是谁下此毒手 也不知道该如何救活书生 他心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 仿佛整个世界都塌陷了一般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 小芳抬头一看 只见三只厉鬼正站在门外 他们的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仿佛正在欣赏着他的绝望与痛苦 小芳心中涌起一股怒火 他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他站起身来 朝着三只厉鬼冲了过去 然而 他的身体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 根本无法动弹 他眼睁睁地看着三只厉鬼缓缓逼近 心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过今晚 也不知道这三只厉鬼究竟会如何折磨他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突然从天而降 直接照在了三只厉鬼的身上 厉鬼们发出凄厉的惨叫 瞬间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 小芳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金光消散后 一个身影缓缓出现在他的面前 小芳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位先锋道鼓的道长 道长微笑着看着他 说道 姑娘 你的勇气和决心让我感动 这三只厉鬼已被我驱逐 但你的因缘之路仍然坎坷 你需谨记 真正的幸福并非轻易可得 须历经磨难方能修成正果 说完 道长便化作一道青烟消失了 小芳呆呆地站在原地 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感慨 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会如何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但他知道 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坚持下去 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为止 故事到这里便告一段落 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小芳是否能够成功摆脱历轨的纠缠 她是否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一切都等待着读者去想象和探寻 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 狂风怒嚎 仿佛连天地都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 在这恶劣的天气里 李家庄的李二柱和他的大嫂刘翠花 却顶着风雪 前往村外的山坡上 给死去的哥哥李大柱上坟 李二柱和大嫂的关系向来不错 两人都是勤劳善良的人 尽管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李大柱 但他们仍然努力生活 相互扶持 李大柱的离世让家里失去了主心骨 但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 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强 两人踏着厚厚的积雪 艰难地行走在山间小道上 风雪中 他们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 但他们的眼神却坚定而执着 终于 他们来到了哥哥的坟前 只见坟头已经被积雪覆盖 一片荒凉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 开始清理坟头的积雪 摆放祭品 准备给哥哥上坟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带来了一丝诡异的气息 刘翠花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 一头撞在了墓碑上 哎哟 刘翠花痛呼一声 捂着额头站了起来 李二柱急忙扶住她 关切地问道 大嫂 你没事吧 刘翠花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 就是头有点疼 就在这时 墓碑突然传出了一个诡异的声音 你轻点 撞疼我了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文言 顿时吓得脸色惨白 他们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墓碑 仿佛要从那冰冷的石碑上看出什么端倪来 是 是谁在说话 李二柱结结巴巴地问道 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刘翠花也吓得浑身发抖 紧紧抓住李二柱的胳膊 仿佛这样就能找到一丝安全感 墓碑上的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一丝戏谑 怎么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可是你们的好哥哥呀 听到这声音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几乎同时惊呼出声 哥哥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墓碑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难道哥哥李大柱的鬼魂真的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 就在这时 墓碑上的声音又说道 二柱 翠花 我知道你们心中有很多疑惑 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太多 你们只需记住 我并非恶意 只是想保护你们 你们要多加小心 村里最近不太平 说完这些 墓碑上的声音便沉寂了下来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面面相去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他们不知道哥哥的话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家的路上 两人沉默不渝 各自心中都藏着心事 李二柱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担忧 他不明白哥哥为什么会这样说 也不知道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大嫂刘翠花则更加害怕 他担心哥哥的鬼魂会伤害他们 也担心村里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回到家中 两人决定暂时隐瞒这件事 不告诉其他人 他们开始留意村里的动向 发现最近确实有些不对劲 村里的人变得神神秘秘的 总是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而且经常有人失踪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意识到 村里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们决定暗中调查 找出真相 在调查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线索 这些线索似乎都指向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村后的那座荒山 两人决定前往荒山探查 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顶 只见山顶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石洞 洞口黑油油的 仿佛通向另一个世界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对视一眼 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洞内一片漆黑 只能依靠手中的火把照亮前方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 生怕惊动了什么 突然 一阵阴风吹过 火把忽明忽暗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他们 两人心中一紧 紧紧握住手中的火把 继续前行 走了一段路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洞内居然隐藏着一个神秘的邪教组织 这个组织正在暗中操控着村里的人 利用他们进行邪恶的仪式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心中大惊 他们没想到 村里居然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他们决定立刻报警 将这个邪教组织一网打尽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被邪教组织的人发现了 一场激烈的搏斗在所难免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奋力抵抗 但无奈对方人数众多 他们渐渐陷入了困境 就在危急关头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只见一个身影飘然而至 落在了他们身边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定睛一看 惊呼出声 哥哥 原来 这个身影正是他们的哥哥李大柱 他并没有死 而是被一个神秘的道士所救 并传授了他一身道法 这次他感应到 弟弟和大嫂有危险 便立刻赶来相救 李大柱的出现 让邪教组织的人大惊失色 他们没想到 这个已经死去的人 居然会突然出现 李大柱展现出了强大的道法 瞬间将邪教组织的人 打得落花流水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见状 心中大喜 连忙上前帮忙 在李大柱的带领下 他们三人合力 将邪教组织的人全部制服 并成功解救了那些被操控的村民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将邪教组织的人全部带走 村里的人得知真相后 纷纷对李二柱 大嫂刘翠花和李大柱 表示感激 他们三人成为了村里的英雄 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赞誉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李大柱告诉弟弟和大嫂 这个邪教组织只是冰山一角 背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阴谋 他们必须继续调查 找出真相 彻底铲除这个邪恶实力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决定跟随哥哥一起行动 他们开始深入调查 这个邪教组织的背景和目的 在调查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线索 这个邪教组织居然与一位全是滔天的大人物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大人物利用邪教组织操控村民 进行各种非法活动 甚至涉及到一些国家机密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意识到 他们这次面临的敌人 比想象中更加强大和危险 然而他们并没有退缩 在李大柱的带领下 他们勇敢地面对这个邪恶实力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他们历经艰险 终于找到了大人物的藏身之处 并成功将其抓获 大人物的落网引起了轰动 整个国家都为之震惊 政府开始全面打击邪教组织 将其彻底铲除 村里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 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李二柱、大嫂刘翠花和李大柱 成为了村里的传奇人物 他们的英勇事迹被传颂千古 然而 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 反而更加谦虚谨慎的生活 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危险和邪恶实力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守护家园的安宁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夜里 李大柱突然失踪了 没有任何征兆和线索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 焦急地四处寻找 但始终没有找到哥哥的身影 他们开始怀疑 是不是那个大人物还有残余势力在暗中作祟 或者是邪教组织的人卷土重来 他们决定继续调查 找出哥哥失踪的真相 在调查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迹象 村里的一些人开始变得神秘莫测 行为举止十分怪异 而且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在村中回荡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他们 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心中一惊 他们意识到 这次的事情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和危险 他们必须小心谨慎的行事 不能轻举妄动 就在他们感到困惑和无助的时候 一道金光再次从天而降 李大柱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他告诉他们 这次的事情确实与那个大人物有关 但背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秘密 他们需要继续深入调查 才能揭开真相 李大柱的出现让李二柱和大嫂刘翠花 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们决定跟随哥哥一起行动 继续揭开这个谜团 然而 随着调查的深入 他们发现事情越来越复杂 危险也越来越大 他们能否成功揭开真相 李大柱的失踪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这一切的答案都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渐揭晓 故事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但李二柱 大嫂刘翠花和李大柱的冒险还在继续 他们面临的危险和挑战将会更加严峻 但他们也将展现出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勇气 读者们可以期待他们未来的表现 也期待这个民间故事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而李大柱的失踪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那个大人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阴谋 这一切的答案都将在未来的故事中逐渐揭晓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个民间故事如何继续发展 如何带给我们更多的悬疑和惊喜 清朝康熙年间 在山东的一个偏远小镇上 有个叫李庆的县官 此人虽然官不大 却贪婪成性 欺压百姓 搞得当地民不聊生 有一天 李庆起床后 发现放在床头的官印不见了 官印是官员权力的象征 要是丢失了 可是要被革职查办的 李庆吓出一身冷汗 他赶紧召集手下 把整个县衙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发现官印的踪影 李庆心想 这官印一定是被人偷走了 可县衙守卫森严 寻常人进不来 能偷走官印的 必定是县衙里的人 于是 李庆下令 封锁县衙 任何人不得出入 他要一个个地审问 手下们领命而去 县衙里顿时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粗不一长 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 背着一个包袱 从后院悄悄溜了出来 小男孩名叫小虎 是县衙里一个老庚夫的儿子 老庚夫为人老实本分 在县衙干了十几年 一直任劳任怨 可李庆却嫌他给的俸禄少 经常对他非打极骂 老庚夫敢怒不敢言 只能把委屈憋在心里 前几日 老庚夫积劳成疾 一病不起 没多久就离世了 小虎伤心不已 他打算离开这个伤心的 去外地投奔亲戚 小虎刚走到大门口 就被两个守门的牙医拦住了 牙医们一看是小虎 立马板起脸 呵斥道 小虎 县太爷正在查案 任何人不得出入 你想干什么去 小虎早已听说官印丢失的事 他心生一记 故作镇定地说道 两位大哥 我爹虽然去世了 可他的职责 我还记着呢 我刚在后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线索 特意来禀报县太爷 两个牙医一听这话 立马来了精神 他们心想 要是小虎真能提供什么线索 那可是大功一件啊 于是 他们连忙带着小虎去见李庆 李庆正愁找不到线索呢 听说小虎有发现 立马来了精神 他瞪着眼睛问道 小虎 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快说来听听 小虎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结结巴巴地说道 回 回县太爷 我在后院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脚印 哦 什么样的脚印 李庆追问道 小虎想了想 说道 那个脚印很大 比常人的脚印 大出一倍不止 而且 而且看起来 好像是个动物的脚印 李庆一听这话 顿时来了兴趣 他心想 难道观印是被什么动物偷走的 这不太可能吧 不过 为了找回观印 他决定亲自去后院看看 于是 李庆带着一群手下 跟着小虎来到了后院 小虎指着一个角落说道 县太爷 就是这里 您看这个脚印 李庆凑近一看 果然发现一个巨大的脚印 他仔细端向了一番 说道 这脚印看起来像是熊的脚印 难道真的有熊偷走了我的观印 手下们议论纷纷 都觉得这件事太过离奇 就在这时 一个牙医突然说道 县太爷 我记得前几天有人在镇上的酒楼里吹牛 说他们家祖传的宝物能驱鬼辟邪 连熊瞎子都不敢靠近 说不定 那人的宝物能帮我们找回观印呢 李庆一听这话 立马来了精神 他赶紧问道 那人是谁 快带他来见我 很快 那个吹牛的人就被带到了县衙 此人名叫张大宝 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 他一见李庆 就吓得浑身发抖 赶紧把自己家祖传的宝物拿了出来 那是一件看起来有些破旧的铜镜 镜面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文 李庆接过铜镜 仔细端下了一番 他问道 张大宝 你这铜镜真的能驱鬼辟邪吗 张大宝连连点头 说道 回宪太爷 这铜镜是我家祖传的宝物 据说能驱鬼辟邪 保佑家人平安 我之前吹牛的时候 也是听老一辈人说的 李庆心想 不管这铜镜有没有用 先试试再说 于是 他让人在后院摆好香案 把铜镜放在香案上 然后带着手下们退到一旁 静静等待 过了一会儿 只见铜镜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照得整个后院亮如白昼 紧接着 一阵怪风刮起 吹得众人睁不开眼睛 等风停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原本空无一物的香案上 竟然多出了一个包裹 李庆赶紧走上前 打开包裹一看 里面正是他丢失的观印 他顿时欣喜若狂 心想这铜镜果然是个宝物 不过 他并没有因此放过张大宝 而是把铜镜据为己有 并随便找了个理由 把张大宝赶出了县衙 找回观印后 李庆对那面铜镜爱不释手 他心想 这铜镜如此神奇 说不定还有其他妙用呢 于是 他开始研究铜镜上的符文 想要发现更多的秘密 经过几天的研究 李庆发现铜镜上的符文 似乎与一种古老的法术有关 这种法术可以操控鬼魂和妖怪 让他们为自己所用 李庆心想 要是自己能掌握这种法术 那可就厉害了 他不仅可以随意驱使鬼魂和妖怪 还可以借此欺压百姓 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 李庆开始偷偷练习这种法术 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后院摆好相案 对着铜镜默念咒语 渐渐的 他发现自己 真的能操控一些鬼魂和妖怪了 这些鬼魂和妖怪 听从他的命令 帮他做了许多坏事 李庆变得越来越嚣张跋扈 对百姓的欺压 也越发严重 他命令鬼魂和妖怪 四处搜刮民之民膏 还随意抓捕无辜百姓 把他们关进大牢里折磨 整个小镇笼罩在一片恐怖和绝望之中 然而 好景不长 有一天晚上 当李庆再次在后院练习法术时 突然狂风大作 雷电交加 一道闪电踢中的香案 铜镜瞬间炸裂开来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怨气从铜镜中涌出 化作一只凶猛的厉鬼 厉鬼瞪着血红的眼睛 朝着李庆扑了过来 李庆吓得魂飞魄散 他赶紧召唤出其他的鬼魂和妖怪 来对付厉鬼 可是 那些鬼魂和妖怪 见到厉鬼后 都吓得四散而逃 根本不敢上前 李庆见识不妙 想要逃跑 可是 厉鬼已经缠上了他 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无法摆脱 最后 厉鬼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将李庆吞了下去 第二天 当人们发现李庆的尸体时 都惊讶不已 他们发现 李庆的死状极为恐怖 全身血肉模糊 仿佛被什么东西活活撕碎了一般 小镇上的百姓们 终于摆脱了李庆的魔爪 他们欢呼雀跃 庆祝这个恶观的离世 而关于那面铜镜和厉鬼的传说 也一直在小镇上流传着 据说 那面铜镜 原本是一位高人所留 用来镇压一只厉害的厉鬼 可是 李庆贪婪成性 强行夺走了铜镜 还想借此操控鬼魂和妖怪 最终 他激怒了厉鬼 遭到了报应 而那只厉鬼 在吞噬了李庆后 便消失了踪影 有人说他离开了小镇 去寻找新的宿主 也有人说他 仍在小镇上徘徊 等待着下一个 贪婪无度之人的出现 不过 无论真相如何 小镇上的百姓们 都对那面铜镜和厉鬼 心存敬畏 他们再也不敢随意欺压他人 也不敢再贪婪无度了 至于小虎 他在李庆死后 便离开了小镇 去投奔了远方的亲戚 他带着父亲留给他的那个包袱 里面装着他所有的家当 而他心中 也始终牢记着父亲的教诲 做人要善良正直 不可贪婪无度 故事讲到这里 似乎已经结束了 然而 事情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那个包袱里 还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小虎的父亲老庚夫 在县崖干了这么多年 早已发现了李庆的贪婪和残暴 他为了保护小镇上的百姓 偷偷搜集了李庆的罪证 准备上报给上级官府 可是 他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遭到了李庆的毒手 老庚夫在临死前 把罪证藏在了那个包袱里 并交给了小虎 他嘱咐小虎 一定要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等将来有机会再为百姓们伸张正义 小虎虽然年幼 但他深知父亲的用意 他带着包袱逃离了小镇 一路上历经艰险 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托 等待着为百姓们伸张正义的那一天 而那个包袱里的秘密 也成为了小镇上一个永恒的谜团 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小虎究竟去了哪里 只有那些老一辈的人 还会在闲暇时谈论起这个故事 感叹着世间的善恶有报和因果循环 至此,这个带有悬疑色彩的故事便告一段落了 然而,他留给我们的 却是无尽的思考和回味 在这个充满奇幻和神秘的世界里 善恶有报 因果循环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而那些勇敢善良的人 也终将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清朝康熙年间 苏州府无限有个叫黄三元的青年 他为人忠厚老实 心地善良 经常帮助一些穷苦之人 这一日 黄三元从镇上回家 走在山间小路上 突然听到一阵嘻嘻嘶嘶的声音 他好奇地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只白狐 被捕兽家夹住了腿 白狐疼得呲牙咧嘴 不停地哀嚎着 黄三元见状心生怜悯 他蹲下身子 轻轻地抚摸着白狐的头 安抚他的情绪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捕兽家掰开 将白狐解救了出来 白狐似乎很通人性 他用嘴巴轻轻地蹭了蹭黄三元的手 表示感激 然后一瘸一拐地钻进了山林之中 黄三元看着白狐远去的背影 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 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善事 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 时光荏苒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黄三元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 经没人介绍 他认识了一个叫小莲的姑娘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变定了婚期 结婚那日 黄三元骑着高头大马 带着迎亲队伍 浩浩荡荡地前往小莲家迎亲 然而 当他们走到一片山林时 突然冲出一群狐狸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些狐狸都是白色的 毛色光亮 眼神灵动 他们围着迎亲队伍转来转去 嘴里发出滋滋的叫声 似乎在阻止他们前行 黄三元健壮心中一惊 他想起两年前就下的那只白狐 心中不禁有些忐忑 他跳下马来 对着狐狸们拱了拱手 说道 各位狐仙 在下黄三元 今日前来迎娶新娘 还请各位行个方便 让在下过去 然而 那群狐狸似乎并不买仗 他们依然围着迎亲队伍叫个不停 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 就在这时 车夫突然拉住了黄三元的衣袖 神色慌张地说道 公子 这新娘子家有问题呀 这群狐狸肯定是来拦路的 咱们不能去 黄三元文言一愣 他回头看了看车夫 只见车夫一脸惊恐 额头上冷汗直流 黄三元心中虽然也有些害怕 但他觉得不能因为一群狐狸 就放弃迎娶新娘 于是他咬了咬牙 说道 车夫大哥 你别怕 我相信小莲是个好人 他家不会有问题的 这群狐狸可能是来捣乱的 咱们只要小心应对 一定能平安过去的 说完 黄三元再次对着狐狸们拱手作一 说道 各位狐仙 在下真的急着去迎娶新娘 还请各位高抬贵手 让出一条路来 然而 那群狐狸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他们依然围着迎亲队伍叫个不停 甚至还开始撕摇起马匹和轿子来 黄三元健壮心中大吉 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想办法让这些狐狸离开 于是 他灵机一动 从怀中掏出一把香烛和纸钱 点燃后放在地上 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起来 说来也怪 那些原本凶神恶煞的狐狸 见到香烛和纸钱后 竟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他们围着香烛转了几圈 然后慢慢地退入了山林之中 黄三元健壮松了一口气 他赶紧招呼迎亲队伍继续前行 然而 他们刚走出不远 就听到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回头一看 只见一群骑着高头大马的汉子追了上来 这些汉子都是彪形大汉 脸上带着凶下 他们手中拿着棍棒和刀剑 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 黄三元心中一紧 他知道这些人肯定是来找麻烦的 于是他赶紧让迎亲队伍停下来 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冲突 然而 那群汉子并没有直接攻击他们 而是走到黄三元面前 为首的一个大汉说道 你就是黄三元吧 我家小姐有请 跟我们走一趟吧 黄三元闻言一愣 他问道 你家小姐是谁 为何要请我去 大汉说道 我家小姐就是小莲 她请你去是有钥匙相商 至于具体是什么事情 你去了就知道了 黄三元听到这里 心中更加疑惑了 他不知道小莲为何要这么做 但他觉得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就必须去面对 于是他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我跟你们去 说完 黄三元让迎亲队伍原地等候 自己则跟着那群汉子去了小莲家 然而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去竟然揭开了一个惊天阴谋 到了小莲家 黄三元被请进了一间密室之中 他环顾四周 只见室内布置得十分奢华 但气氛却异常压抑 小莲坐在一张桌子旁 神情却显得有些憔悴 神情却显得有些憔悴 见到黄三元进来 小莲站起身来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三元 对不起 我骗了你 黄三元闻言一愣 他不解地问道 小莲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即将成为夫妻 为何要这么说 小莲摇了摇头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说道 其实 我并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而是这山中 狐足的一员 两年前 你就吓得那只白狐 正是我的姐姐 黄三元听到这里 心中虽然有些惊讶 但他并没有害怕 而是说道 原来你是狐仙啊 怪不得那群狐狸会拦路 不过 这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 我还是愿意娶你为妻 小莲文言眼中闪过一丝感动 但他却摇了摇头说道 三元 你听我说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狐足近年来一直受到一个邪恶道士的威胁 他贪图我们的灵力和法宝 多次前来骚扰 我姐姐为了保护族人 与他展开了激战 却不幸受了重伤 至今仍在闭关休养 今日群狐拦路 其实是我姐姐在暗中相助 他感应到你即将遭遇危险 便派群狐前来保护你 而那些追来的汉子 其实是那个邪恶道士的手下 他们得知你要娶我为妻 便想来破坏我们的婚事 并趁机捉拿我 黄三元听到这里 心中恍然大悟 他愤怒地说道 这个邪恶道士真是太可恶了 小莲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小莲感激地看了黄三元一眼 然后说道 三元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勇敢无畏 但是 这个邪恶道士法力高强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我姐姐已经闭关多时 不知何时才能出关 如今之际 只有暂时躲避他的追杀 等待我姐姐康复后 再做打算 黄三元点了点头 说道 小莲 你说得对 我们现在不能硬听 必须置取 那个邪恶道士 既然贪图 你们的灵力和法宝 我们就设法将他的贪婪之心引出来 然后一举击败他 小莲文言眼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 他说道 三元 你真的愿意帮我们吗 这可能会让你陷入危险之中 黄三元坚定地说道 小莲 我已经决定了 我爱你 也愿意为你和你的族人付出一切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邪恶道士吧 小莲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紧紧地抱住黄三元 说道 三元 谢谢你 有你在我身边 我不再害怕了 两人相拥而弃 彼此之间的情感更加深厚 然而 他们并不知道 那个邪恶道士已经得知了他们的计划 正暗中布置着更加阴险的陷阱 接下来的日子里 黄三元和小莲以及胡族的族人们一起商量对策 设法引诱那个邪恶道士上钩 他们利用黄三元的聪明才智和胡族的灵力法宝 布下了一个个陷阱和阵法 终于有一天 那个邪恶道士按捺不住贪婪之心 带着手下前来抢夺胡族的灵力和法宝 然而 他却没想到自己已经陷入了黄三元和小莲等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 一场激战过后 邪恶道士和他的手下被一一击败 胡族终于摆脱了他们的威胁 黄三元和小莲也在这场战斗中展现了出色的勇气和智慧 赢得了族人们的尊敬和敬佩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那个邪恶道士竟然是黄三元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 这个秘密 让黄三元和小莲都感到震惊和痛苦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而那个邪恶道士也在得知黄三元是他的儿子后 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自责之中 最终 黄三元和小莲决定原谅那个邪恶道士 并帮助他改过自新 他们相信 爱和善良能够战胜一切邪恶和贪婪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而胡族的族人们也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成长和团结 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意和信任 共同守护着这片山林的美好与安宁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的时候 却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那个邪恶道士并没有真正改过自新 他只是在暗中积蓄力量 准备再次发动攻击 这个消息让黄三元和小莲等人再次陷入了紧张和危险之中 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考验 但是他们相信只要团结一心 勇敢无畏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 就一定能够战胜那个邪恶道士 守护住自己和族人的幸福与安宁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但黄三元和小莲等人的冒险和挑战却仍在继续 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发展 他们能否最终战胜那个邪恶道士 这一切都留给读者去想象和期待 话说在清朝末年 山东有个叫赵元的小伙 此人家境贫寒 自幼父母双亡 吃百家饭长大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赵元也不例外 他从小懂事 直到街坊邻居们不容易 因此能帮的忙 他都会去帮 长大后 赵元靠砍柴为生 每天早出晚归 尽管十分辛苦 可赚的钱还是不多 只能勉强糊口 这天清晨 赵元像往常一样 到山上砍柴 当他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嘻嘻嘶嘶的声响 赵元好奇 便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结果在一片草丛中 发现了一只被捕寿家家住的黄皮子 那黄皮子浑身金黄 个头比一般黄皮子大不少 此刻他的一条后腿 被捕寿家死死家住 伤口处鲜血淋漓 疼得他不停哀嚎 赵元心善 见黄皮子可怜 便走过去帮忙 那黄皮子似乎通人性 看到赵元靠近 也不挣扎 任由他将自己解救出来 随后 赵元从怀里 掏出随身携带的金疮药 小心翼翼地为其敷上 并撕下一脚 为其包扎 处理好伤口后 黄皮子缓缓站起 冲着赵元拱了拱手 随后一瘸一拐地 钻进了树林深处 自那以后 赵元每次上山砍柴 都能遇到那只黄皮子 那黄皮子 似乎对赵元很是感激 每次见到他 都会冲其作医 日子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到了中秋佳节 这天夜里 赵元干完活回到家 发现院子里 多了个黄澄澄的东西 他走近一看 竟是一只肥瘦的野兔 赵元心想 这兔子应该是谁 打猎打盗的 不小心丢在了 自己家门口 便将其捡起来 打算明天挨家挨户询问 看看是谁的 结果第二天一早 赵元还没出门 便看到那黄皮子又来了 他嘴里叼着根树枝 蹦蹦跳跳地来到了赵元家门口 随后将树枝丢在了门口 并冲其拱了拱手 转身离去 赵元一头雾水 捡起树枝一看 发现上面静刻着字 昨日之兔 乃我谢意 日后若有难处 可到后山寻我 看完这行字 赵元震惊万分 他没想到 这黄皮子 竟如此有灵性 不仅会作医 还会写字 自那以后 赵元每次上山砍柴 都会给黄皮子 带些好吃的 而黄皮子 也会时不时叼着猎物 到赵元家 表示感谢 一人一寿 关系越来越好 直到这天 赵元像往常一样 到山上砍柴 结果刚走到半山腰 便遇到几个衣着光鲜的公子哥 为首的一个 赵元认识 是镇上王财主的儿子 王少爷 王少爷一见到赵元 便露出了一抹完美的笑容 随即他大步上前 一脚将赵元踹倒在地 骂道 好你个赵元 本少爷找你很久了 那日你砍柴时 是不是偷了我家的金簪子 原来 前几日 王少爷的娘子 丢失了一只金簪子 他怀疑是被丫鬟偷走的 便将丫鬟抓起来 一顿毒打 那丫鬟不堪受辱 上吊自杀了 可金簪子依旧没找到 王少爷便怀疑 是被下人顺走了 这几天 王少爷一直在查这件事 结果从下人那得知 前几日 赵元曾到王家后院砍柴 王少爷一听 立马断定 金簪子是赵元偷的 这才带着几个家丁上山堵他 赵元一听这话 顿时火冒三丈 他连连白手 说自己从未见过什么金簪子 可王少爷哪会听他解释 当即命令家丁将其绑起来 要带到官府去 赵元拼命挣扎 奈何双方力量悬殊 他很快就被制服了 就在这时 一道黄影忽然窜了出来 直接扑倒了王少爷 赵元一看 竟是那只黄皮子 黄皮子死死咬住 王少爷的手臂 任凭他如何挣扎 都不松口 其他家丁见状 纷纷上前帮忙 赵元也趁机挣脱束缚 捡起一旁的木棍 朝家丁们砸去 很快 双方便扭打在了一起 直到官差赶来 这才将众人分开 王少爷手臂鲜血淋漓 受伤不清 他躺在地上不停哀嚎 并扬言要杀了赵元 官差将众人带回衙门 经过一番审礼 官差认为赵元只是自卫 并没有伤人 便将其释放了 可王少爷咽不下这口气 脱关系 花重金 买通了一个叫刘三的师爷 让其想办法弄死赵元 刘三收了钱 很快便想到了一个恶毒的计策 这天夜里 赵元刚刚睡下 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 他来到了一片金黄的山林 随后一个身着黄衫 满头白发的老翁 缓缓走了过来 那老翁慈眉善目 冲赵元微微一笑 随即开口道 恩公 老朽特来向你告别 我即将离去 日后 你若有难 切记 不管谁喊你 你都不要出去 言罢 老翁化作一道黄光 消失在了山林深处 赵元从梦中惊醒 发现窗外天色大亮 阳光刺眼 他晃了晃脑袋 以为只是做了个普通的梦 便没再多想 结果当天夜里 赵元再次梦到了 那黄山老翁 老翁一脸焦急 并再次叮嘱赵元 让他不要随便出门 这下赵元意识到了不对劲 难道那黄皮子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 赵元便急匆匆地赶到了山上 结果找了整整一天 都没发现黄皮子的踪影 他心中不安 总感觉要出事 到了第三天夜里 赵元刚刚睡下 便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迷迷糊糊地打开门 只见刘三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外 说王少爷带了一帮家丁 说要烧了他的房子 让他赶紧跑 赵元一听这话 顿时火冒三丈 他正想冲出去和王少爷拼命 却忽然想起了黄山老翁的叮嘱 他猛地停住脚步 心中一阵后怕 难道这一切都是那刘三搞的鬼 赵元冷静下来 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悄悄从门缝往外看 结果他发现 刘三在门口站了一会后 便转身离开了 赵元心中起疑 便悄悄跟了上去 刘三走了没多远 便拐进了一个胡同 而王少爷和家丁们 则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 双方碰头后 刘三从怀里掏出了一定银子 王少爷接过银子 满脸堆笑 随即一挥手 带着家丁们离开了 赵元躲在暗处看得真切 心中大怒 他这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刘三和王少爷的阴谋 他们想假借王少爷之手逼走自己 然后刘三再趁机下黑手 赵元没有声张 而是悄悄回到了家 并找来了一根粗麻绳 在屋里的几个角落都系上了铃铛 只要有人进屋 铃铛就会响起 安排好一切后 赵元便躺在了床上 假装睡觉 结果没过多久 他便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开门声 随后是铃铛响动的声音 赵元心中一紧 但他没有动 而是继续装睡 这时 一个黑影悄悄走进了屋子 并缓缓朝床边靠近 赵元眯起眼睛一看 发现那黑影正是刘三 刘三手里拿着一把尖刀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他缓缓举起尖刀 就要朝赵元刺去 就在这时 一道黄光忽然从窗外射了进来 直接击中了刘三的手腕 刘三惨叫一声 尖刀脱手而飞 紧接着 那黄光化作一道身影 挡在了赵元的床前 赵元定睛一看 那身影正是失踪多日的黄皮子 此时的黄皮子浑身金光闪闪 看起来微风凛凛 他冲赵元微微一笑 随即转头看向了刘三 刘三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 他连连后退 想要逃跑 可黄皮子却一个闪身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 刘三惨叫一声 便没了气息 随后 黄皮子转身看向赵元 开口道 恩公 老朽已为你除了此患 我也要离去了 日后 你定要行善积德 切记 不可作恶 言罢 黄皮子化作一道黄光 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赵元呆呆地看着黄皮子消失的方向 心中感慨万千 自那以后 赵元再也没有见过那只黄皮子 他牢记黄皮子的叮嘱 行善积德 日子也越过越好 而那王少爷 在得知刘三的死讯后 也被吓破了胆 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赵元一直想要报答黄皮子的恩情 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不过 每当他站在山脚下 望着那片金黄的山林时 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 他知道 那是黄皮子在守护着他 也是他在守护着心中的善良和正义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赵元和黄皮子的缘分 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而那黄皮子的真实身份 以及他为何会如此帮助赵元 却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让人们津津乐道 传颂不已 故事后 有个渔夫名叫李三 住在东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里 李三勤劳能干 每天天不亮 就架着小船出海捕鱼 以求能够捕捉到满满的渔货 换来一家人的温饱 他的妻子张氏 也是个贤惠的女人 在家里仿线织布 操持家务 夫妻二人男耕女之 小日子虽说不上富裕 却也过得和和美美 且说这一日 李三像往常一样 天不亮 就架船出了海 海上风平浪静 阳光照耀在海面上 波光淋淋的 好不漂亮 李三心情大好 一往下去 只觉得沉甸甸的 几乎拉不动往 他心中一喜 知道这网里定有大鱼 于是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终于将网拉了上来 只见网中一条金色的大鱼翻滚跳跃 那鱼浑身金灵闪闪 阳光下直晃人眼 李三从未见过这般模样的鱼 不禁看呆了 就在这时 那金鱼忽然开口说起了人话 好心人 求你放我回去吧 我是海中的仙灵 你若放了我 我必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李三一听这话 吃惊不小 但转念一想 这金鱼既然能说话 必然是有些道行的 自己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放了它去 于是李三便解开了网 将金鱼放回了大海 那金鱼在海中翻腾了几下 化作一道金光消失了 李三摇了摇头 笑自己白日做梦 便继续捕鱼 说来也怪 自从放了那条金鱼后 李三的运气就变得出奇的好 每一往下去都能捕到满满的鱼货 不知不觉间 日头已经天息 李三看看船舱里堆的满满的鱼 心满意足的驾船回了家 回到家中 张氏见丈夫满载而归 也是高兴得何不拢嘴 二人忙碌起来 将鱼分类处理好 一部分留作自家吃 一部分则准备拿到集市上去卖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李三便挑着鱼担子出发了 集市上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李三的鱼新鲜肥美 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买主 一番讨价还价后 鱼很快就卖了个金光 李三数着手里的钱 心里乐开了花 他买了些日常用品和妻子 爱吃的糕点 便匆匆往家赶 走到半路的时候 李三忽然发现 前方有一个身穿华服的陌生男子 正和自己的妻子张氏 有说有笑地走着 李三心中生疑 妻子一向身居简出 怎会和一个陌生男子如此亲热 他心中不快 脚下加快了步伐 想要赶上前去问个究竟 就在他快要接近二人的时候 那陌生男子忽然转头看了他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阴冷的光芒 李三被那目光看得心惊肉跳 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这时 他忽然想起了那条会说话的金鱼 心中一动 伸手从腰间摸出了一个葫芦 这葫芦是李三平时用来装酒的 此时却是空空如也 他心中默念了几句 将葫芦口对准了陌生男子和张氏的方向 说也奇怪 那葫芦口仿佛有犀利一般 只见那陌生男子和张氏的身影 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随后化作两道青烟 被吸入了葫芦之中 李三大吃一惊 不知所措地看着手中的葫芦 这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闯了大祸 这葫芦怕不是个普通的葫芦 他慌忙将葫芦收起来贴身放好 四下张望了一番 见无人注意 自己这才匆匆回了家 回到家中后 李三发现屋里空无一人 静悄悄地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心中忐忑不安 不知道妻子和那陌生男子到底去了哪里 又不敢轻易将葫芦打开查看 思来想去 他决定先将葫芦藏好 再慢慢想办法寻找妻子 李三在家里翻箱倒柜 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将葫芦藏了起来 然后他坐在桌边开始苦思冥想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他想到了金鱼说不定金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能告诉他应该怎么办 于是他决定再次出海去寻找那条金鱼 李三来到海边架着小船出海了 他在海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那条金鱼的踪影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海面上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浪花金鱼从水中跃了出来化作了一个金袍玉带的中年人站在了他的面前 恩人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金鱼问道 李三见金鱼果然有神通 心中大喜 连忙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时地告诉了金鱼并请求金鱼帮忙找回他的妻子 金鱼听了后眉头紧皱说道 这事情有些蹊跷那陌生男子定非善累 你且带我回家我去看看那葫芦里到底有什么玄机 说吧金鱼化作一道金光钻进了李三的衣袖里 李三连忙驾船返回了家中 到家后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了葫芦捧着他来到了院子里 金鱼从李三的衣袖中钻了出来围着葫芦转了几圈 然后说道这葫芦非比寻常 里面藏着些不干净的东西 带我施法打开它 看看里面到底有何乾坤 说吧 金鱼口中念念有词 双手结印 一股金光从他手中射出 打在了葫芦上 只听咔嚓一声 葫芦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股黑气从中冒了出来 李三被那黑气熏得头晕目眩 几乎站不住脚 金鱼却毫不在意 伸手一抓 那黑气便化作了一个黑球被他握在了手中 金鱼仔细端向了一番那黑球 眉头紧锁道 果然是他 这黑球里封着的 乃是那鬼界的邪灵 他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附在了你妻子的身上 又引来了那个陌生男子作为他的爪牙 若不是你及时发现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李三听得心惊肉跳 连忙问道 那如今该如何是好 我妻子他 金鱼安慰道 你妻子无恙 只是被那邪灵暂时控制住了 我且将这黑球收入海中镇压起来 再施法解除你妻子身上的邪灵之气 说吧 金鱼将黑球收入了掌中 化作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消失在了云层之中 李三站在院子里 望着金鱼消失的方向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期待 不一会儿 金鱼便带着一股清新的海风回来了 他对着李三的屋子吹了一口气 只见一道金光从屋子里射了出来 随后张氏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院子里 他看起来有些茫然 但见到李三后 眼中立刻闪现出了欣喜的光芒 三哥 你回来了 张氏走到李三身边 拉着他的手问道 李三看着妻子熟悉的脸庞 心中的担忧终于放下了 他握着张氏的手 将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他 张氏听后 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连连感谢金鱼的救命之恩 金鱼笑道 你们夫妻二人无须谢我 这都是你丈夫的善心所得 他当日放我回海 今日我便来报他的恩 如今邪灵已除 你二人便可安心生活了 说吧 金鱼又化作一道金光 消失在了海面上 李三和张氏望着金鱼消失的方向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自此以后 李三和张氏更加珍惜彼此 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而那个葫芦 李三也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作为这次惊险经历的一个纪念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几年后的一天 李三在海边捕鱼时 忽然发现海面上飘来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 他好奇地驾船靠近一看 却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黑色葫芦 李三心中一惊 想起了当年那个神秘的葫芦和金鱼的话 他心中不安 决定将这黑色葫芦带回家中仔细研究 回到家后 李三将黑色葫芦放在了桌子上 仔细观察起来 他发现这个黑色葫芦和自己当年的那个葫芦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他心中一动 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这个黑色葫芦 莫非是当年那个葫芦的另一半 李三决定试试这个猜测 他找来了当年的那个葫芦 将两个葫芦放在一起 果然 两个葫芦竟然严丝合缝地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葫芦 李三惊喜交加 但同时也感到了一丝不安 这个葫芦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它为何会分成两半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它又与那个金鱼和邪灵有何关联 李三决定再次出海寻找金鱼 希望能从它那里得到答案 然而这次他却没有再见到金鱼的踪影 他在海上找了好几天 都没有任何发现 李三失望而归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决定继续研究这个葫芦 寻找其中的秘密 他相信 总有一天 他会揭开这个葫芦背后的真相 而这个故事 也因此在渔村里传了开来 人们都说 李三得到了一个神奇的葫芦 里面藏着无尽的秘密和力量 而李三也因为这个葫芦 成为了渔村里的一位传奇人物 至于那个葫芦背后的真相 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或许有一天 当李三终于揭开这个秘密时 他会发现一个更加惊人和神秘的世界 我会发现一个更加惨人的世界 我会发现一个更加惨人的世界